百年巨头被提出美国道指,背后折射出全球经济一大巨变。 人民网。6月19日,美国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其中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跌幅居前。 而这时,这个全球资本市场最著名的指数也将迎来重大变化。 因为在过去的110年里,道指的一支重要指标股,通用电系,即将在下周二宣告退出。 美国当地时间6月19日,标普道琼斯公司宣布,药品零售企业沃博莲将在本月26日替代通用电器,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新的成分股之一。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通用这家百年老店,被踢除出道指的直接原因就是其低迷的股价。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目前纳入了苹果、波音、杜邦等30家知名企业,而其中的通用电器,是这些公司中表现最差的一支股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它的股价已经累计下跌了5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按照成分股的股价算数平均得出的。 以通用电器目前约13美元的股价来计算,它对于指数的影响还不足0.5个百分点。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而通用的退出,也标志著创立于1896年5月26日的道琼斯工业指数,12支创始成分股已经全部被替换。 其实,这也折射出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 就像道琼斯指数委员会主席大卫布利策说的那样,类似通用电器这样的工业企业已不再是经济的代表,银行、医疗、科技和消费品企业现在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财经百科,历史悠久的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896年5月26日首次公布,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股票指数,它有著怎样的历史呢? 通常人们所说的道琼斯指数,其实是道琼斯指数四组中的第一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他最早是在1884年由道琼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亨利道,编制的一种算术平均股价指数,开始他被刊登在道琼斯公司创立的华尔街日报上,用来反映美国股票市场的总体走势。 公布时,指数只有40.94点。 当然,那时的计算公式也非常简单,就是股票价格平均数,入选股票的价格之和除以入选股票的数量。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最初的创始成分股也只有12只。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通用电器,还有美国棉花油制造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田纳西美铁与铁路公司,美国橡胶公司等在当时大名鼎鼎的巨头。 不过,在百年的发展中它们要么已经破产,要么被收购,还有的被拆分。 1916年,道琼斯指数中的股票数目增加到20种,最后在1928年增加到了现在的30种。 1999年3月29日,道琼斯指数首破1万点大关。 2017年1月25日,它一举突破2万点。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10至今日,全球直接投资于道琼斯指数产品的资产总值比任何其他指数供应商都要多。 30只成分股的总市值已经高达6.88万亿美元,约合44.5万亿人民币。 。